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一 HKG部今天推介跟大家跟进非法初选案最后一批被告的求情 非法初选案涉及初选新东选区的最后一批9名被告 今天开始进行求情 预计将会持续4天当中不承认控罪的被告 包括何桂南、陈志全、周嘉诚及林卓廷等4人 他们在审讯之后被判罪成 另外还有刘永康、杨岳桥、范国威、吕智恒及林景南等5人选择认罪 陈志全的辩护律师马维坤在法庭上帮他辩护 强调陈志全在案件中参与的程度相对较低 马维坤指出陈志全未亲自出席任何新东协调会议 并且在相关的WhatsApp群组中仅仅是作为沉默的读者 只是发过一条感谢的信息 另外就算陈志全有签读墨落无悔的声明 但他并未参与7月中的初选记者会 也没有参与票站的安排 马维坤交了由陈志全和他家人所赞写的求情信 试图展示陈志全的家庭责任和良好的品格 信里面描述陈志全是一个顾家的儿子 体贴的兄长和受爱带的伴侣 又强调他作为前立法会议员的勤奋和责任感 马维坤就请求法庭在考虑判决的时候 对陈志全的刑期进行适当的扣减 另一名被告刘永康就自行求情 他承认自己是案件中的积极参与者 但强调自己不是最积极的人士 刘永康确认签署了物乐无悔的声明 不过他就没有在社监媒体上分享相关的贴文 而且在出席抗争派的记者会的时候都没有发言 刘永康就指出 这宗案件的反案过程是公开的 所以他希望法庭可以在判决的时候被额外的减刑 然而法官陈庆卫就对此表示不同意 对于刘永康和其他被告认为 否决预书案计划 只要政府取消一两名参选人的资格 也已经失败的看法 陈庆卫就回应指出 案件的首被告戴耀廷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刘永康的女朋友黄于桥就向法庭提交了求情信 他指出刘永康的智商在130以上 本来是有能力走一条正常的路 成为专业人士 但他最终选择从政 并非为了一己的私利 他有提到刘永康在育中的生活和改变 包括学习新的知识和语言 锻炼身体 以及他在研读圣经和可难经后决定成为基督徒 只是为了在将来的有朝一日离开监狱的时候 可以成为更好更强更成熟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